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恋情分手后都变成仇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魏俊杰的《现世报》人生 魏俊杰原名魏世玉 1967年10月出生于台湾新竹市 据他本人所说 其家族原本姓林 他也为了逃避朝廷追杀才改姓魏 并由福建逃难至台湾隐居 家业也是由此衰败 早年他的梦想是到美国留学当一名生物学家 然而经济所限 魏俊杰并没有如愿出国 转而投靠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 年轻时魏俊杰的身体条件非常忧郁 站在古剧机旁边不慌多让 可惜人品口碑和外形完全成反比 1990年在戏剧系毕业后 同届的陈景宏 梁荣忠 官宝会等人 一早签约亚视或无限 自己却苦无着论 所以决定投靠香港话剧团 他有胆识又有点小聪明 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 争取到一个席位 但仅坐了两年就不干了 原因是得罪了领导被穿小鞋 我跟当时的艺术指导有争执 我不喜欢他的方式 觉得他太死板 但谁做主角都是他说了算 以至后来我整天在台上 走来走去 或者扮演罗马兵在台边 站足三个小时 几乎要半数 1992年他加入TVB 第一次拍电视剧 老称喜相逢 便担任第一男主角 可之后却慢慢由一线 退到二线三线 知名度是有的 大部分观众都认识他 但就是未能作证 成为一线小圣 原因无他 还是经常得罪人 拍电视有好多人的 灯光化妆师 慢慢就没有人 喜欢跟你一起工作 那还凭什么 要公司给你机会 嚣张多嘴骂人 黑口黑面 目中无人 拂袖而去 什么都有 只怪那十年盛气少 但都不是恶意的 感情史就更糟糕了 和历任女友 全部都以翻脸告终 无意幸免 韦俊杰的第一任女友是 1991年进入香港小姐竞选 前五名的何婉莹 妥妥的气质美女 学美比赛后签约TVB 何婉莹在节目 第十届新秀歌唱大赛 当司仪时被场下的 金牌经纪人 黄博 高 赏识其歌喉 而邀约签约华纳唱片 成为歌手 1993年 她推出了专辑 主打歌曲 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成为卡拉OK 大热作品后 被外界誉为现一代玉女歌手 并受到TVB重点栽培 在《金工气数录》 《隋唐群英会》等剧中 担任第二女主角或女配角 也就是在事业上升期的这一年 她与魏俊杰相恋 但两人前后在一起三年 不仅又以分手收场 还闹得不欢而散 原因是分手后男方 接受采访当众辱骂女方 更激动地指出分手原因 是因为与女方恋爱三年无限生活 令走孕女路线的何婉盈 形象严重受损 何婉盈也不甘示弱 对媒体透露魏俊杰是软饭男 不仅相恋期间一直花她的钱 甚至分了手还拖欠她万余元 第二任女友是三级风月女星黄祖儿 1997年底 魏俊杰与黄祖儿被拍到在西贡同居 但没多久两人就分手 关于分手原因有两个版本 一是说1998年拍摄《驼枪师姐时》 魏俊杰与滕丽明饰演的荧幕情侣擦出火花 故而瞒着黄祖儿走到一起 直至一年 魏俊杰被拍到在滕丽明 相归洗澡 地下恋情才遭曝光 不甘被甩的黄祖儿向媒体大报魏俊杰 姓雨强 性格火爆且爱花女人钱 另一说是 魏俊杰实际上忍受不了黄祖儿 满意而分手 但分手后黄祖儿看到前男友在《驼强师姐》播出后 随间走后 又交上新女友滕丽明 于是起了肚心 所以向媒体公布魏俊杰当年给他的情书 以及大报男方心欲强等应私 第三任女友是TVB花旦滕丽明 两人在合作拍摄 拖枪师姐时擦出爱的火花 一年男方被拍到 在女方相归洗澡 地下恋情遭到曝光 由于两人在人牵人后军恩爱非常 一直被外界视为惊童玉女 滕丽明可谓是模范好女友 不仅陪着魏俊杰从帅气到发福 统局期间还帮男友还信用卡 魏父逝世时又以门席名义 吊咽又直言甘愿 为魏俊杰做一个小女人 魏俊杰多次感叹 认识滕丽明是自己的福气 阿腾是个没心记的人 我不知几身修来才认识他 我爱他一生一世 又说一定会娶他为妻 然而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2006年魏俊杰与滕丽明的TVB合约到期 两人选择签约海润进去内地市场 同一年底魏俊杰在重庆拍戏期间 在一场聚会结识了 重庆邮电大学体育系的 19岁女同学张丽华 两人年龄相差20岁 却一见钟情 很快在各种场合出双入队 成功上位后 张丽华还急不可待地 向同学炫耀起这段恋情 并扬言两人已经拍好婚纱照 打算年底就结婚 直到媒体拍到魏俊杰与张丽华 在一间餐厅谈恋爱 这段出轨恋才遭到曝光 起初魏俊杰还死撑着 不打算承认这段恋情 只得透过经理人向外称 与张丽华只不过是朋友关系 但仅过了三个月 魏俊杰就承认与滕丽明 因缘禁而分手 并把张丽华高调接到香港 统居生活 再过半年后 他跟张丽华回到重庆 火速登记结婚 对于这么一个出轨的渣男前任 滕丽明的态度 真是宽容到没话讲 不仅强调两人分手 是因为性格不合所知 在魏俊杰传出准备结婚时 更大方地表示祝贺 如果是真的 那就恭喜他 可惜架不住渣男各种得寸进尺 2010年底 魏俊杰在微博上 晒女儿拿到香港身份证 有一个CP粉感慨了一句 蛮可爱的 如果是和滕丽明一起 就prefist了 结果遭到了魏俊杰爆粗口 对粉丝去死 可能还不够 刚好当时滕丽明被传 跟郭正宏分手 于是他又补了一刀 难怪人家不要他 明智这种贱人 趁遭撇开 否则后悔一辈子 大多粉丝认为 魏俊杰所说的贱人指 滕丽明纷纷炮轰他没风度 而且因为微博回复的内容 是用简体字 许多人猜测 张立华利用他的账号所发 但魏俊杰并没有承认 还给出一个无语的理由 一定不是身边人 不会是我老婆 他不会拿我电话 也不知道我这个网上账户 我绝对相信是黑客所为 对此滕丽明依旧很客气 我做事情绝对对得起天地良心 我油品不会讲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不是他本人回复的 他心知肚明一笑置之了 如果真的是要揭开来骂 我讲事实就不能这么好受了 所以我觉得他会停手的了 只不过这对夫妻 对滕丽明的消费是无止境的 2013年6月 魏俊杰夫妇俩在深圳卫视 男左女佣节目中 不但重新提起这段过往的恋情 还为自己喊冤叫躯 我跟以前这个 志滕丽明拍拖这么多年 就已经觉得 我非得跟他结婚不可 好像我不跟他结婚 我就是坏人 就是负心汉 好家伙 你被称为负心汉 难道不是因为出轨 毫无意外 魏俊杰这番话 引发网友围攻 疯祸世纪艰难 而这一次 滕丽明没有再见口不言的人 既然对方不是体面人 又何必给他留体面呢 于是滕丽明在微博爆出猛样 透露魏俊杰在结婚 并为人夫后 多次背着人家发短信 向自己求复合 顺便还讽刺了一下 当年南方在微博落井下石 时所用的拙劣借口 莫非又是黑客所为 有记者追问魏俊杰 他又想垂死挣扎一下 说求复合是三年前的事 女儿当时还没有出生 老婆也知道 现在已经放下了 结果被滕丽明啪啪打脸 2012年是三年前 那时我把这短信 给我未婚夫看 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 自觉理愧的魏俊杰 只得立马收声 并自我晚尊 所有问题都是节目组安排 可不愿背锅的男左女右 节目组发出公告 节目内容为导演组 与艺人沟通决定 但艺人有个人意志 所以不会完全照着节目走 失去观众缘的魏俊杰 事业一落千丈 再也没有了好作品 加上年龄大身材发福 与颜值下降 只能出席一些商业活动 捞精吃老本 与此同时 小他20岁的小娇妻张丽华 也没能给魏俊杰的家庭 带来温暖 自从当上魏太来到香港后 张丽华仿佛拿到了 通往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于是他沉迷整容打扮 从一名朴实的体育生 逐渐变成了如今妥妥的网红脸 衣品也越来越好 变得洋气了很多 每天的生活就是旅行 七行踪遍布欧洲及东南亚各地 还经常在社交软件上晒出 身穿泳衣性感 享受阳光与沙滩的照片 又或者是置身友人饭局 即开派对 大秀名牌服饰手带 活得就像个单身名远 魏俊杰与张丽华的婚姻 也屡串两出红灯 2015年张丽华被媒体拍到 在五天内两度夜会前港队单车名将 邓红叶 南方搂着女方的细腰散步 面对娇气的出滚 魏俊杰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只能忍气吞声 为了挽回妻子 魏俊杰用1600万港币买入西贡豪宅 在房产镇上加上张丽华的名字 随后又和友人合资开泰国餐厅 让张丽华帮忙打理餐厅事务 只可惜此时张丽华放飞自我的脚步 再也停不住了 两人的婚姻形同虚设 魏俊杰只能过上丧欧式的育儿生活 2020年1月 张丽华再次被爆出轨 这次是跟一个英子银行的老外 在游乐场玩耍 结束后被拍到出租车 拥吻后又到老外的寓所逗留 三个小时 有些狗仔也是损 第一时间把张丽华出轨的照片 打赢出来 去拿给魏俊杰欣赏 并问他什么感受 魏俊杰明显是经历多了 只是叹气地表示 我心目中只有我的女儿 被问到是否会离婚 魏俊杰表态 我没有过离婚的念头 结果张丽华丝毫不忌讳地说 自己和魏俊杰早在五年前 就已经分房睡了 不愿女儿又破罪家庭才不公开 至此这段三人者 横三只的感情 纠个大戏 才暂时告一段落 不知夜深人静时 魏俊杰是否有后悔 错过了那个爱了他九年的女孩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